诸佛菩萨的心 相信忙碌的现代人 行住坐卧皆能修行 时时刻刻与佛同在 由于现代社会不愿追求利益及欲望 因而人与人之间容易计较斗争 而产生诸多烦恼 更为了满足可服之欲而造就杀业 此杀业所感知病苦果报 却又让众生遭受更大的痛苦 此时若能持送不动佛心咒 面对各种烦恼逆境 即能随遇而安 无被境界所牵引 当下即能净化心灵 灭除罪障 各位现在观想 这尊不动佛发出蓝色的光 骗到所有的地方 然后没有痛苦 这些被堕胎的小癌 被杀掉的众生 统统消业障 各位你要消业障 自己要消业障 最快的方法就是念这个不动佛心众 然后蓝光就把你的业障 癌细胞酸痛就把它禁除掉 你要经常这样观想 持受不动佛名号 即蒙寿笔如来垂念 一切邪魔无机可乘 无严重冰暴 传染病 灾害等危难 任何众生如若方心往生比差 即刻如同不退转菩萨 近年来天灾频传 地震 水患等灾难 让多少人失去生命 失去家园 因此在遭受苦难同时 若能持宗或听闻不动佛心众 及其名号 即能抚慰心灵 坚强面对生命 世界有灾难 地当风台大灾难 正在受苦的时候 像海地这种灾难 或是一些大海啸的灾难 那各位就要赶快念不动佛心众 那一句呢 这个咒还有一个 下面我主要叫 见急解脱 特别是灵命中 这个人要忧心啊 就像这些旧意的事 给他看 给他看的话 叫见急解脱 最后一眼 一看到这个咒 他也可以修业障 往生净土 所以我们可以将不动佛心咒 实际书写或印纸 广泛的流通于家中 办公室 医院等处 让大众皆能获得 此法门的利益 又患消除 向灾解恶 得大智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